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让他参加强土的生意 大家都知道前面咱说了在皇宫馆强土那可是相当私密的事 所以呢种种细节可以表现出来 杜月笙已经进入到皇宫馆的核心朋友圈了 他也正是借着强土逐渐的成为黄金融门下最得力的干家 话说有一天啊黄金融把刚刚打探到的一条消息告诉了林贵生告诉自个儿的老婆 老婆大人一个南京大客商从租界买了五千两的印度烟土 分装十大包正打算由龙华周焦度上船 从黄浦江水路偷运到浙江的嘉兴 林贵生立即派人去抢这一批烟土 这一次呢林贵生把杜月笙也派了出去 当时那是深夜啊 徐家会一带的路上早已经没有了行人 不像今天这样啊 徐家会那深夜也是博夜城啊 这林贵生派出的强土勇士们就隐藏在黑暗之中 突然一辆马车急驰而过 只跑到曹和静离周焦度几百米的一段路上 才急忙停了下来 前面有几根大木头交叉着正拦在路当中 这个时候车夫正要招呼着座箱里边的人出来 把这木头给搬开 只听呼了一声 车夫的脖子被套上了一只绳圈 绳圈一紧 这车夫呢就被拖了下来 车厢里边的人正要动手 几只手箱已经一起对准了他们 短短几分钟 这动作干净利索漂亮 那套圈绳的人是谁啊 就是我们的主人公杜月笙 他当年跟在套签子扶身后边 这个抛弓顶抢别人的帽子 练就了一手非常麻利的甩帽子的功夫 而且非常的精准 而且呢 这甩绳圈那跟甩帽子的手法差不多 所以呢 他一练就会了 杜月笙 那可是第一次参与强谱啊 只是一个帮手而已 这次截土的头头是一个绰号叫做歪脖子阿广的人 这个叫歪脖子阿广的人呢 同手下的人七手八脚的把四个压货的大汉和车夫 那是结结实实的给捆了起来 然后从车上翻滚下几个酒坛子 一一敲碎 车里边 是的 都是些个烟土 随后呢 个人用麻袋一装扛上肩膀 一声呼哨 立即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这就半个小时过后了 这些个强土的所谓勇士们 在徐家会的一间小屋子里边齐聚 一点这个烟土树木 却意外的发现 竟然比黄金融所说的多出了两包 面对天上掉下的这两包土 歪脖子阿广 心眼儿 听活络这人 说那何不私分呢 反正这老板老板娘都不知道 于是阿广拿出刀来 把他们切成了几小块 分赃完毕 阿广呢 还不忘威胁大家 哼 你们谁要把这事给说出去 让老子知道 老子要了他的命 当强辅的一班人马 回到皇宫馆的时候啊 林贵生已经叫人在厨房里边准备好了酒菜点心 他自己呢 则是端坐在一张餐桌前静静的等着 他等的是谁啊 等的是杜月生 因为他非常看好 他也想知道杜月生能不能经受住这第一次强土任务的考验呢 庆功宴结束了 林贵生让大伙把麻袋里的烟土取出来一包包的放在桌子上 他点过树之后非常满意 还拿出了一包烟土叫杜月生切成九份 随即就说了 这一趟买卖干的漂亮 来 每人拿一份 阿广 赢双份 林上楼前 他叮嘱杜月生把货送到我房里边去 林贵生住在二楼 他的房间除了黄金融和贴身的佣人以外 只有杜月生可以进去 杜月生把烟土搬进房间里边 按照林贵生的吩咐将烟土锁进了一个大铁箱子 照说完成了老板娘的吩咐之后 那得走啊 这毕竟是老板娘的房间呢 但是呢 杜月生却没有走 而是直接来到了林贵生面前 递上了阿广分给自己的那一块烟土 并且呢 把徐家会小屋子里边阿广带人私分烟土的事啊 悄悄的抢了一遍 杜月生知道 义气对江湖人士的重要 但是杜月生厉害就厉害在 他更知道该跟谁讲义气 该如何讲义气 听了杜月生的汇报 这林贵生气得不得了 是吧 那马上就得要传歪脖子阿广前来问罪 这杜月生赶紧攻守相眷 并且在他耳朵边上低估了几句 林贵生一边听着一边点头 最后他放弃了传唤阿广的念头 那这事儿是不是就算了呢 当然不是 第二天晚上 林贵生与黄金荣把金秀玲等几个大徒弟全部都叫到了身边 大家到齐之后 黄金荣开始审讯了 他要审的正是歪脖子阿广 以及跟着他撕分烟土的到底是谁 黄金荣面臣似水 好你个歪脖子啊 竟敢背着你老太爷撕分烟土 你胆够肥啊 那多出的两包 去哪了 听黄金荣这么一问 歪脖子阿广 以及跟他一起撕自分赃的人 顿时吓得是魂飞魄散了 当即齐刷刷的跪倒在地 黄金荣啪的一声 拍了桌子 怒声喊道 家有家法 帮有帮归 把歪脖子阿广 推出去宰了 听到这话 歪脖子阿广 那更是慌乱了手脚 急忙是爬到黄金荣的跟前 一个劲儿的是扣着想头 苦苦的哀求 奴才下次再也不敢了 还请师父开恩呐 其余的六个人 也是纷纷的叩头求饶 这个时候 静坐一旁 冷眼观看的林贵生 老板娘撒话了 歪脖子 你真是不配当光棍啊 念你在师父面前 跟了这么多年的份上 就放密码 免了三刀六动 从此以后 再也不许踏入黄门一步 你走吧 林贵生又转脸对另外几个人说 既然这主意是阿广出的 一人坐视一人当 你们都起来吧 我不罚你们 分了的烟土 统统交上来 就不再追求 不过 你们可得记住了 下不为例 跪在地上的那几位 又齐刷刷的叩头贤 然后灰溜溜的离开了黄公馆 场面算是平静下来了 但是此时的平静 却显得依然的凝重 黄金荣猛吸了几口雪茄烟 边吐着烟圈 便说这事以后由顾掌生来掌管吧 他说的是强谱这事 以后由他来负责 林贵生随即插话说 行 不过我看可以让岳生啊 一起帮着干 黄金荣看了看杜岳生说 嗯 好 岳生还是挺能干的 也许是想考验考验杜岳生 黄金荣又说了 呃对了 歪脖子那混蛋 要不是你师母菩萨心肠 我早就剁了他 现在死罪饶过了他 可活形不能免 岳生啊 你去他 取他一根手指头过来 啊 这个 杜岳生有些迟疑 黄金荣板起了脸来 怎么 下不了手 还是不敢去啊 杜岳生知道 这是黄金荣在试探他的胆量 他不能在这样关键的时候退缩 急忙改口 呃 不是 我只是想这个歪脖子是否会一出去 马上就逃出了上海滩 想是这会儿已经不见了踪影 我担心找不到他 黄金荣这才脸色缓和了一些 说你放心歪脖子就是逃 那也得逃到他老家去 他是江苏青府人 现在已经赶不上末班的航船了 今晚上他肯定是走不了的 你现在就去 保管抓得了他 黄金荣一边缩一边又吩咐人来取了一把短饼的利斧 郑重的交给了杜岳生 杜岳生接过斧子 放入一只浦包里边 转身披了一件假袄 就匆匆的出门了 此时 大上海天气正寒 杜岳生呢 从屋子里边一出来 就打了个寒着 他拐进一家熟食店里边 买了点吃的 又去买了两瓶高粱烧酒 不是 等会儿 喝酒壮胆吗 话说买好了东西 就直奔歪脖子阿广的家中 歪脖子阿广呢 果然像黄金荣说的这样 这晚真的没有逃跑 他正躺在床上 唉声叹气呢 估摸着心里边在想啊 真的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 我怎么就这么倒霉被出卖了呢 一看到杜岳生 阿广阔的一下子 从床上跳了起来 头上是直冒冷汗啊 他知道情况不妙了 这一次正是杜岳生出卖了他 现在他来找自己肯定没好事 可是 进门之后的杜岳生 却表现得相当的和善 他先是把买来的熟食打开 摊在桌子上 再拿出一瓶白酒 然后呢 是拨亮了油灯 邀请阿广坐下来啊 来吃吃喝点喝点 阿广一边看着 一边在想 好你个杜岳生啊 你这葫芦里边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看到杜岳生 好像没有恶意 再想想自己呢 刚刚被逐出师门 而杜岳生又是黄金荣手下的红人 那得罪了杜岳生 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 所以呢 尽管这阿广心中对杜岳生的是相当的愤怒 但是 那没办法呀 还得强做笑脸 陪着杜岳生一起坐到了酒桌旁 刚一坐下 阿广马上又站了起来 他还是不放心 他到门外 看了一下 确认杜岳生没带什么人来 只是一人牵马 这才回到了屋子里边 把门给关好 又重新坐到了杜岳生的对面 话说几杯烧酒下肚 杜岳生忽然的是眼泪汪汪 他一边从腰里边是摸出了几块银元 递给阿广 一边带着哭声说道 我们兄弟一场 今天你落难 小弟没什么好相送的 几块大羊 给大哥做盘缠吧 杜岳生这么一哭 阿广的心中 那恨意啊 竟然是一扫而光 反而觉得杜岳生够义气 咱不得不说 这杜岳生哥今天 演艺圈里边 那绝对能混出点名堂来 那不是影帝 也是个最佳男主角 是吧 阿广这连忙推托说 这不行 这怎么好意思啊 岳生你也不容易 这钱我不能要 杜岳生说着 这钱既然带来了 哪有收回去的道理 咱俩兄弟一场 难道这点情面都没有吗 难道你嫌少 阿广联盟说 哪里哪里 那既然兄弟你这么说 我就不客气了 阿广也感动得差点 是掉下了眼泪来 再喝了几杯酒之后呢 杜岳生说 实不相瞒 这次来我找你啊 不单单是为你送行的 我还带着师父交代的任务 阿广顿时是惊呆了 果然不出所料 这杜岳生的确是黄金融派来的 他马上提高了警惕 杜岳生回身的从包里边 取出了黄金融交给他的那把斧子 往酒桌上一放 说这是师父交给我的 他让我取下你的一根手指头 一听这话 阿广立即做好了搏斗的准备 可是他又觉得杜岳生 没有要动武的意思 听到这儿 也许各位越来越迷糊了 那杜岳生 这到底能不能完成黄金融交办的任务呢 他能否顺利的取走阿广的手指头呢 接下来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请您接着收听乱世枭雄杜岳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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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